9月12号,日本精进诸事会社董事长栗木真昭来到宜春学院,为学院获得2018年度栗木奖学金的同学颁发奖金。 获奖学生代表在发言中表示,将勤奋学习,努力回报社会,争作文化友好的使者。 随后,栗木真昭做了题为《人生金德》的讲座,介绍了精进教育集团从创立至今的发展情况,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奋斗历程。 栗木奖学金每年为中国100名优秀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,目前已在清华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贵州大学等多所国立大学设立,旨在促进世界多国之间的教育、文化、医疗支援和研修等教育活动。 自2013年起,宜春学院就与日本精进诸事会社合作,联合培养专业学生赴海外就业。